美国的枪案每一次都令到我们痛心疾首 美国是不是应该要进枪的时候到了 美国该不该进枪 我的观点是做不到 进枪的话就成了好人买不到枪 坏人还是买到 坏人还是可以买到枪 好人拿到枪他变坏的机会是不是就增加了 把枪放在身上 大家都有枪反而不敢了 你那意思就是要以暴制暴 这个感觉到整个社会弥漫了一种不安身一支气 对 敬请收看本周讲量话 本节目由 联盛律师事务所 美国亚洲旅行社 APF拉丁假期 阳光之旅赞主播出